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次言不要以为我们是一个什么色情的节目 不是 而是相信大家都有看到 免费的报章就爽报了 苹果日报出的这个免费报章爽报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专栏就受到了其他媒体的攻击 就是说那些专栏写得非常的色情 那些专栏好色情 色情 这个字很简单 可是我也看到有些人就说那些内容是充满了情色 其实我在这里是想问大家 到底色情和情色的分别在哪里 比如说感情跟情感感情和情感的分别又是在哪里 然后大家帮我email来告诉我们 这个色情跟情色到底是分别在哪里怎么用的 好那说到那个批评的专栏呢就很多人说他们的内容是非常的 猥琐 内容很猥琐 很猥琐 那在普通话里面我们会说很猥亵 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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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很多人不会念猥亵 猥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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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说猥亵 这广东话就说那内容 猥亵亵 猥亵 亵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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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好云云 这个意思的内容非常的 这个意识上非常的迎谢 云云 云 云 也有人说他是 哇 好云云 那些主角的声音乐有好云云 非常的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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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说他的内容充满了情欲 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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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欲字呢 欲字呢 欲和广东话的欲字分别是挺大的 情欲 是 情欲 是读欲字 欲 很多人都会念错的 OK好 那其实那些内容是不是很 很 猥亵 很猥亵 或是很猥琐呢 那是不是 就应该要 杜绝他呢 其实这些真的是靠大家自己去判断的 好 这个情色 色情 情色 猥琐 猥琐 猥云 猥云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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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实呢 我觉得我并不觉得因为这些事情 他这个 比较猥琐或是写的比较 云云一点 而就应该杜绝 不应该让这个小朋友看 因为他们觉得免费包张 很多如果 让他们就这样子免费派的话呢 就会影响到 时下的年轻人 年轻的一代 但其实我觉得 并不是应该要杜绝这些 而是大家应该 教育年轻人自己怎么去判断的 就比如说 现在那些social media 好像facebook啊 这些都非常的流行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禁止小朋友 或是青少年他们不去接触呢 其实你越是禁止他们 他们就越好奇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教育他们自己怎么去判断 对不对 不能因为这些事情满街都是 那你就避而不看 对吗 这个你越避而不看的话 其实好奇心是越重的 OK好 那下个星期我们再看看 这个还有什么其他字 也再给大家介绍 下个星期见 好 好